哈喽,大家好,浪子走中国 用脚步丈量中国 我现在在山西太原 这个视频我带大家走进山西太原 一个独具特色的城中村 南黑瑶村 它的对面就是大名鼎鼎的代工厂 富士康 下面跟随我的镜头走进南黑瑶村 看一下这个城中村 到底有什么特色 走进这个城中村 很具有市井气息 各种各样的美食 这边正在建出租房 富士康有七万人 所以这里的出租房不愁租不出去 在这个城中村 小宾馆 小发廊 日租房 美食店 按摩店 波炉牛毛 铁锅温门面 特色炒大米 特色炒饼丝 这个城中村的娱乐非常的丰富 排球馆 住宿 特别多 到处都是小宾馆 城中村的标配啊 纵横交错的电线 前面还有网吧 各式各样的娱乐都有 各式各样的娱乐都有 建起来的就是摇晨树 测条街 独具特色 霓虹闪烁 灯红酒绿 犹如小香港 太有生活气息 一条街全是宾馆 美食 羊汤馆 前面还有竹芋店 这条街太像香港的那种小街了 二十三块 自助火锅 住宿相当便宜 三十块钱 一个富士康 就带动了整个城中村的经济发展 这个城中村简直是应有尽有 前面还有诊所 这里的出租房很便宜啊 三百块就可以租到一个单间 这边都是正在建的出租房 运城大盘鸡 北方流行澡堂子 看一下这个澡堂子 洗澡是三块钱 好便宜 捏脚二十块 盐浴十五块 搓臂八块 极限麻辣串 前面又是宾馆 每发店也相当的多 足疗按摩店也是多如牛毛 这边都是新建的出租房 这边也是新建的 到处都是出租房的信息 这个城中村晚上更热闹 一到了晚上就灯红酒粒 热闹非凡 这个城中村到处都在建出租房 这个城中村生活还是相当方便的 消费也很低 南黑瑶村就是外来打工人情的天堂 这里的娱乐太丰富了 美食也特别多 这是南黑瑶村的村委 前面正在大力的建设商铺 出租房 在南黑瑶租房的都是布斯康的工人 每条巷子里面的许义 竹艺店都是独特的风景 南黑瑶村就是打工人情的乐园 这边是一个早市场 早上的时候非常的热闹 这里就是太原富士康 对面的城中村 南黑瑶村 在这个城中村有你的记忆和故事吗 可以在下方分享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浪子在穷游中国的路上 我们下个视频见 也会儿了 有一个不同的路上